臺灣現在很多小老百姓 拿到補貴的財產 在投資股票 看太不一定都賺錢 很多人也了錢 但看到尤其是老公朋友 看到這個勞動基金 讓這樣的人亂呼 那麼我相信是很憤怒的 那剛剛這個范老師你要補充 我覺得就是剛才看到就是尤乃維 他在2007年2月26號 他等於是在 應該是個群組 他公開的講說 我以前是當林映華的這個 所謂的那個財務長 他當台大學生會 然後他就講我們國民黨 這些什麼五十五年 四到六十六年 跟民進黨打仗 因為一般國務委員 不管你在以前念書的時候 參加什麼政黨 OK 那是以前的事情 基本上進入到公家體系 大家都會盡量不要談過去的本子 因為你不知道是藍或綠執政 他都是蠻敢談的 而且他講了說 蠻敢談他自己是國民黨的 對 他不忌諱 他的這個藍綠的這個界線 還分得滿清楚的 就是我們曾經跟綠營對干過 那我不曉得 所以你看看就是說 他在2007年到了這個老委會 剛好其實從 其實就是 我覺得那個時候的選情 就是說其實馬英九是勢必當選 所以我認為他是不是跟這些藍營的這些高層 是有某種的認識 或者有關係 這個這個當然是可以去存疑的 但是我比較想說 他現在看起來已經不是單一的一個人 是有組織的 我一直在講 黃照西局長 你必須要說 我覺得到時候監察院應該要調查 為什麼別人給他這麼五次的檢舉 你不做處理 那你要告訴大家原因 是證據不夠嗎 完全不夠嗎 還是你應該處理而未處理 那有這麼多檢舉 還表示大家已經覺得他的作為是 大家不能夠接受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 其實已經除了司法的調查之外 可能還有行政調查 大家很困難 可能看到勞動基金這個事情有什麼感受 我覺得就是說 大家以前一直就懷疑說 為什麼好像很多國家 譬如什麼淡馬席基金什麼基金 就是說大家操盤 孫著世界大 因為這些人應該都是專業中的專業 特別被找出來代替我們 那應該是最高手的 那為什麼就是說老是在賠錢 而且有說賠的都比大局還慘很多 大盤比他好 我們不會買 遜汰買買 不一定像他那樣 所以大家本來就以為說 那可能就是限制很多 公務員的態度很保守 所以才會造成這樣 那如果是這樣 那我們也認了 因為這也沒辦法 事實上 絕對不是 如果沒在一位就不會賺兩千三百元 對問題就在這裡 怎麼忽然說逮到一個 有接受人家招待 然後似乎是特別去操作哪一家之後 來 水壇 換句話說大家回到正軌 說來來 乖乖走 原來他們是會做的 他們不是不會做 但是之前他們為什麼做不好 他們為什麼亂做 做成那個樣子 那我不相信這只是單一事件 因為那個不是開玩笑 因為那個錢 我們那是大家要靠這個過一輩子的 不然你根本有人說 乾脆通通還給我們 我們自己操作 搞不好還不會那麼慘 所以我覺得這個 這個會引起很大的憫怨 這個是政府也要非常注意的事情 你知道嗎 劉動部現在都去行政宜拜託 說一年要補幾百億來補 如果不夠 如果不會破散 在那黑鑽木 你聽到嗎 他如果我說 他如果是照大盤來 他就一千億了 是啊 結果跟我們炒盤 炒到四五大盤 甚至希望他定存就好 定存一年就賺百六億 定存還不會那麼多 定存一年就賺百六億 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今天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召開記者會 叫做臺灣最大黑幫問號 蘇葵被打臉 縣長來維視記者會 不滿行政院現在根本是順疏者昌 逆書者查 國民黨黨團書記長林毅華 也向蘇貞昌喊話說 拜託書院長 晃過小老百姓 林毅華嘲諷說 昨天信工董事長才說 希望不要被查水表 結果時間很剛好 屏東縣消防局 馬上非常有效率的 一天上門兩次 來我們先來看這個維西亞 我去看了豬農 我實際去看 他們跟我反映 他們很擔心 他們的養豬產業受到衝擊 你看哪一家 所以 你看哪一家 他們叫我不能不能說 你就是這樣 他們怕被查水表 喂 你這就是不懂 屏東的豬農 我都在臉書上公布了 我的影片 我會很熟啊 所以陳主委 屏東豬農都支持我們 現在豬農朋友 他們看你這事業報告 都沒辦法安心 他們說你未來的豬價格 勢必會衝擊他們打養豬產業 委員 但 上禮拜 我去屏東 那個信工出口豬肉 到日本 他還是國民黨中常委 他很支持 院長 現在 他是對黨的中常委 茶廠你們現在五大管制措施 我可以告訴你名字 信工 他要不要去茶廠 你要不要去茶廠 還原整個現場 索印章是這樣 你說信工 他還沒說到萊克多巴 那信工的業務經理楊敏睿 他老闆的兒子 他說 他向消防顧問公司求證了 確實是消防顧問公司 主動申報的例行性消防安全檢查 因為時間點的巧合造成大家的聯想 縣政府的困擾 他表示歉意 他說他有跟消防顧問公司查證了 確實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有向縣政府提出申請 那信工所委託的這個消防公司的藍姓顧問說 消防缺失是由顧問公司檢查以後 再由消防局來確認 消防局檢查人員來的時間並不知道 這次的時間點應該真的就是巧合 來我們來看個需要 屏東縣消防局人員二號來到信工肉品公司 仔細檢查消防的機動設備 裡裡外外測試是否合乎安全 緊接著再查看灑水系統 好幾個人分工合作 從室內到室外主義安檢 最後查出有六大項的安全缺失需要改善 只是單純的安檢就在信工肉品表態跟中央不同調 否認支持萊豬 正敏感時刻 消防人員大動作上門也被質疑是否報復性查水表 那過去檢查就變成去查水表 我個人認為有人刻意或是不管是誰舉報的人也好 或是刻意帶風向球這個都非常的遏制 這應該是例行性檢查 然後因為時間點的巧合造成大家的聯想 還有縣政府的困擾我們公司的話就是也非常抱歉 信工肉品證實是時間上的巧合 以2號當天消防局上午來過一次先詢問 下午就安檢 一天兩次積查 動作頻頻 但卻不解釋信工被列管甲類以外的工作場合 本來兩年就得檢查一次 以上一次檢查時間點是在107年11月20號 而今年的檢查日期 在上個月27號提出例行性的檢修申報 排定12月2號並非可以找麻煩 不過也坦承當天1999有接到檢舉電話 你好 我是小姐姐 所以你要反映什麼問題呢 那現在是剛剛放在隔壇的環境 是老骨大公里 他在哪應公證呢 信工豬肉 信工豬肉 那個先導應的信 接到1999的檢舉的電話 然後我們就先過去約消防公司 所以是不是可以先過去看 縣府為頭人喊冤 而以信工被查出的底下缺失 包括滅火器壓力不足 消防設備故障 警鈴部分故障 廣播設備部分故障 警示燈故障等等 十幾年的巧合也引發 諸多聯想 來 周委員 那這個事情 信工 恭喜我們申請的 郭民黨又開記者會 蘇院長再接下去 到底是怎樣 我想先來還原這個剛剛洪宇大哥講的說 這個衝箱這個廠商 信工自己申請的 我只有一張這個 縣府今天給大家的一個申請書 就是消防安全設備 在檢修申請書 這就是這個信工實業 他委託的 因為這個消防設備 要有專業技術的公司來做 所以是這個 餘幼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信工委託餘幼 對 然後這個時間點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是一個格式 他是11月27號申請的 也就是說 這個時間點是落在他兩年 他就要來申請一次例行性的檢查 所以這個時間點是很明確的 然後我來還原一下 昨天那個蘇貞昌院長 因為他提到信工 我們下個月11月19號 蘇院長還有陳吉仲主委 我們有去信工 我們有去參與他那個風貴 他要外銷日本 所以他整個源頭是什麼 這是我們的台灣豬 然後拔針之後 我們抵抗非洲之溫之後 我們還有一個很好很好的 台灣肉品公司 我們產生的這個肉品 生產的肉品 可以送到日本 信工在業界 是有所謂的台積電之稱 所以從頭到尾都沒有跟什麼 美國的豬有什麼連結 然後在前天的時候 質詢的時候 其實蘇院長他是說 屏東的豬農很支持我們 很支持政府 因為沒錯 而且當天他提到信工 他根本不會去連結說 這個跟信工 萊豬跟信工有任何的這個關聯 但是現在重點就是說 除了這個十一月二十七號 這個公司 自己委託的消防設備公司 來申請要來這個檢查之外 在昨天早上 有一個很神秘的電話 這個後續會再追下去 大家可以再繼續看下去 就是屏東的檢舉電話 1999 他接到了一通五分鐘 長達五分鐘的電話 然後那聽起來是錄音 聽起來是一個錄音 他講了很多很多的一個缺失 所以他們當然要入案 然後就去協調說 那我是什麼時候來檢查 那目前可以確認就是說 因為你檢舉一定要留檢舉電話 那個行動電話 還要留那個email 現在去查這兩個他所留的 都是沒有這些人 你打電話去 這個電話是空號 而且他查他歷年來的一些相關的人 現在都沒有這些 就是跟這些事沒有關 然後這個email也是空的 那現在我們就要再查說 是不是他的發話地址 是不是在屏東還是在台北 我想我們繼續看下去 因為這個時間點太巧合了 昨天九點四十五分 有一通長達五分鐘的檢舉電話 那目前因為我們要查 是不是因為後來去查 不是像他講的那個樣子 所以這是不是一個假的訊息丟進來 只是要引你的人來而已 我們現在是在做合理的揣測 跟這個調查 反竄栽章 你懷疑 你在懷疑有人自導自言嗎 我不 我現在我不宜這麼明確的說 有人自導自言 但是我覺得那個我們來判斷上面 我覺得有可能是一個 因為他現在留的是一個不明的 沒有辦法接到這個人的一個檢舉電話 然後這個電話從頭到尾 看起來也不是很久沒使用了 然後另外這個email 又是沒有辦法去聯繫上的 來 詩琦要補充 我覺得就是說如果往前追 然後發現其實都是空號 沒人接的話 難免會讓人懷疑說 這會不會是反串檢舉 是不是設一個局 然後讓你跳進去 果然你看吧 果然查水表 而且馬上查 就有一點點政治 sense的人也知道 怎麼可能會立刻去給 就算存心要查水表 也不會在這個時候 就真的給你跑去查水表 而且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他本來兩年就要去查一次 十一月二十七號就已經知道說 不行我們過期了 因為十一月二十號就過期了 所以他其實在二十七號的時候發現 過期之後就趕快跟信工約時間 那當然要對方在的時間 那好就約到了十二月二號 那所以按照表定程序 當然就應該要去查 不然呢 查了之後 然後又被國民黨說 你這個就是報復 政治報復查水表 莫名其妙 就是說我覺得消防局的回應也非常好 就是我們公務員沒有人在為政治服務的 我們該做什麼就是做什麼 為了人民的安全 為了消防設備 到底有沒有完善 我們本來就應該去查 結果你現在給我扣一個政治的帽子 這個不好意思 公務員承受不起 民進黨是恐怖統治 白色恐怖 然後然後用這種查水表的方式造 恫嚇你啦 然後讓你不敢講話 不敢噤聲 不敢不敢這個做反抗 我覺得太離譜 在國民黨當年做的事情 然後現在栽贓給對手 是 林毅華質疑 屏東縣政府說 因為有人檢舉 他說性工肉品被檢舉的是消防設備 如果不是那麼清楚狀況 怎麼會知道今天要查工廠登記跟消防登記呢 可以檢舉到全權盜肉異常精準 來 方老師 我覺得有那麼笨嗎 真的 我覺得 我當然他這個東西對一般人來說 怎麼那麼巧 因為蘇文昌昌才在立法院說我去了信封 對 然後這個 然後這個 蔣萬安就說 他不願意透露那個 因為怕查水表 怕查水表 結果就查 國民黨當然拿這個來打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如果國民黨 第一個 好啦 其實你看那天信工請蘇文昌去 去屏東 我們那個委員也在嘛 其實他是一件好事 因為是性高差別的 對 就是那個其實是超越藍綠 因為那天那個董事長不在 楊柏倫不在 他兒子 對 他兒子是非常 也是非常尊重 雖然他爸爸是中常委 國民黨的中選委 對 但是這件事情是超越藍綠的 那其實蘇文昌在立法院講這句話 我認為他也是要告訴 蔣萬安就說 我們其實這個租的事情 不要用藍綠 你們的中常委的活動 我也去 那說實在這個是不分藍綠的事情 大家一起來慶賀 所以你看那個楊柏倫的兒子 他也是很客氣 那我覺得這是好事一裝 但是現在就又說 那請問一下 第一個 你去查消防 如果說故意要去挑戰他 這個新聞一定會很大 民進黨那麼笨嗎 蔣萬安才剛說查水表 我就去查消防 那那麼蠢 那不蠢的事情 是不是你說屏東縣長 潘柏安是國民黨的 你說這個東西 如果說在稍微一點政治智慧 就會覺得這個就要避開 可是表示因為他本來就排定了 而且是進攻去申請 人家想說請申請 那我就來查 所以應該的 所以我覺得去用這個政治 我覺得國民黨最近 就是在操作這些什麼 什麼綠色恐怖 政治打壓這種做法 我說實在的 今天為什麼台灣民眾不會相信 因為台灣現在其實是公開透明的社會 你說這些消防隊 他只要在臉書上說 我被潘柏安逼了 逼了 完蛋了 氣 溫氣 他怎麼可能歐著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公務員 他就是說他就是超越藍綠 不會那麼笨 而且我相信現在台灣社會 早就已經政黨輪替這麼多次了 再拿這個來說什麼綠色打壓 什麼監聽在野黨 我覺得一般民眾 中間選民是不會相信 好 不過潘柏安說這通一九九九檢舉電話 長達五分鐘 畫畫地點已經查出來了 我覺得這一通電話可能很重要 看能不能查到什麼東西 對吧 任進兄 我換一個角度講 就是說這個事件 剛剛其實范老師講 因為你在質詢的過程當中 有這個前言後語 那後來就發生這件事情 你說國民黨不做政治上面的操作 那他就不叫國民黨 再一黨就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我其實覺得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 我覺得屏東縣政府處理得很好 也就是讓大家去質疑講說 我把公文拿給你看 那你看信工的態度也很正面 就是說因為講實話 信工他自己本身做外銷的東西 他這些小位的消防安檢 跟他的肉品的那些東西 我認為他的差的客戶一定也很重視 如果說真的 你消防安全沒過 你工廠是怎麼繼續運作下去 信工也否認 現在公文也會出來看 你現在還要開什麼記者會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雙方在這上面的事情 都是很正面的在表態 那所以如果你要去做 其他的延伸的時候 你就只有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至於說要刻意去做政治操作 我還是這樣強調 今天屏東縣政府的處理 有人會再去質疑他嗎 不會 因為就是你自己公司出來 而且也不是我縣政府 你真的仔細看 他不是縣政府打給那個信工 不是打給他 是打給那個消防安全公司 因為他已經委外給他做了 所以聯繫上面不是說 我今天找你公司說 我要去幫你查 不是 所有的部門一定做法一定是 我知道你這個是給哪一個廠商做 我就是找你這個廠商的承辦人 從這個公司在你們再去聯繫 你們看怎麼樣 這個都很好查證 把這些事情都講清楚 我其實覺得 你就要再做政治操作 所以現在你要做政治操作 你來啊 你當作是說什麼信工安裝 人家小老闆都出來跟你說 就沒問題 這是事情 你要怎麼說 是 那今天有一個很重大的進展 今天全國進口豬肉肉品業者 總共八十幾間 今天做出了共同自律的兩項重大宣示 第一國內進口豬肉業者仍然維持現況 持續選購進口沒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第一個 第二進口豬肉業者進口的豬肉肉品 取得出口商的證明 主動清除標示無萊克多巴胺 那也就是說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都不進口的意思 那麼我請教一下這個王老師 所以如果這樣事情就該管了 對啊 基本上國民黨要的是什麼 你說不要進口這個萊豬 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那如果今天是民間主動的跟你說 我不會進口萊豬肉 而且我會在標示清楚上面 說明這個進口豬肉上面是無萊克多巴胺 那你國民黨還要炒什麼嗎 所以其實又回到根本的問題了 你說要查廠 上個禮拜五大措施也說要查廠了 你說不含萊克多巴胺 按照國際規範政府沒辦法去做這樣的標示 會有歧視性的問題 但是民間的廠商自律性怕你說這樣 自律性的去確保說進口的萊豬 進口豬沒有萊克多巴胺 而且去做這樣的標示 等於是你用民間的方式去過濾掉民眾的疑慮 你國民黨反不反對 我就看國民黨再來要研究一下 所以回來講國民黨自從丟了 上街支持進口豬肉肉 對 變成這樣子 他說國民黨現在完全進退失距 基本上這一齣美國豬肉這個戲 他就玩不下去了 所以你看他那個內臟丟了之後 發現民調不好 對 你看出來說今天民調說 有百分之 百分七十五 七成五的民眾不支持 這種丟內臟的這種抗議的方式 怎麼辦 你要轉移焦點 變成說要開始不斷的 國民黨變突然間變製造業了 不斷製造各種的假的新聞 一開始就跟你說去屏東這個事情 是反萊豬的狀況 然後又出現保警的問題 又說他在偷聽 然後現在又講說信工是查水表 再來 國民黨會不會再來說 信工今天不是有幾項消防設施 是不合格的嗎 告訴你國民黨會不會說 你看打壓信工 消防設施不合格 變成是你在不斷的在製造 在轉移焦點 因為他沒路更怕 了解 那麼這個今天這麼重大的進展 就進口豬肉的業者 不進口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我相信這個事情是很重大的進展 第一個民眾沒有疑慮了 第二個國民黨也不會再反對了 那美國當然也沒有辦法 因為這不是政府推動 這是民間推動的 那講到美國 我們來看這個美國的馬上要就任的總統 那麼拜登他第一個 這個川普當時對中國所加的關稅 他不減 那麼第二個事情是 中國在美國喪失的公司 接下來很可能面對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美國眾議院今天通過了 你如果是沒有接受美國的這個審查 那你就必須下次回去吃自己 來我們來看為什麼 好 那麼這是今天的新聞 就是說中共不要做夢了 拜登他說上任之後 他不會立即取消對中國的關稅 然後他接受專訪 那第二個事情是美國聯邦眾議員 今天去標掘通過 外國公司問責法 這個法案是要求中國企業 必須嚴格遵守美國的審計標準 如果沒有就在美國掛牌上市 那我想這個請教一下賴老師 這事情重要嗎 非常重要 因為這件事 我們說現在美國照說選完以後 應該快要進入消費期了 尤其是說感恩節之後 那個基本上很多國會都不會再運作 因為大家回家過節 而且現在要換換屆 結果在這個時候 競然還會把一個 有一個重要法案給他通過去 表示說這件事 美國參政兩位跟共和黨和民主黨 這兩黨都非常重視 特別是在拜登可能準備要就職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它的重要性其實是很重要 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他在因為中國在這個時候 有點像像中國表示說 美國對於中國他這個貿易 或者經濟上面這邊的強硬態度 他並不會這樣撤銷掉 所以所以我是剛剛說 他這邊的那個意思 其實還蠻明確的 現在還有發現說周庭 王之鋒 這都表示說 他們現在趁拜登要上去之前 他趕快設定 你說拜登你非常重視人權 我現在就在那邊做給你看 讓你無法逆轉 看你要怎麼去處理 所以我覺得現在這個中國 也是看這個時候 美國參眾兩院 他們在那個共和民主兩黨 看到那個跟中國之間 要對中國表示說 這個對經濟的強硬態度不會消失 但是中國呢 也在這個這個時候 開始來對拜登 在那邊下那個殺手鐧 是 中國美國的上市公司 有一百五十家 如果他們必須要下市 他們要回去吃自己 這個事情重大了 因為他籌不到那麼好的資本 而且表示他們公司有問題 謝金河今天下文章 剛剛講的是一百五十家公司 可能要下市 另外這個事情是 川普現在對三十五家的中國公司制裁嗎 這個事情 謝金河是這麼看的 他說即便川普被迫離開白宮 川普鋪陳反中的天羅帝王 即使拜登上台 恐怕也很難改嫌預測 他說明年元月十一開始 機構法人跟個人都不可以買這些企業的股票 就中國這些被制裁的股票 制裁的公司 如果你手上已經有了 那你一年內必須要賣掉 這將大大影響明年基金公司 對中資企業的投資 這當中被認定 具有中國解放軍背景的企業都入列 這些中資企業釋出的資金 對明年機構投資者的佈局 勢必帶來很大的影響 這兩天我們的台積電 在美國ADR佔上一百塊美金 很可能就是受這個影響 那錢 應該制裁中國公司 錢早上來我們的台積電 再來川普的科技戰限制華為 已經使得華為手機市占率顯著下跌 中芯國際現在一直挨打 造成訂單移轉 聯電成了最大贏家 說這一年多來 聯電的ADR在美國 股價從一點六四美金 漲到七點五美金 漲幅百分之三百五十七 說是聯電 你如果拜拜 你要謝謝川普 對不對 台灣順勢成為全球最重要的 半導體產業聚落 他說這更加鞏固了台灣半導體產業的競爭力 台積電已經領先到 讓對手看不見車尾登 這是台灣幾十年來難得的際遇 謝金河最好說川普把美中格局定位好 拜登團隊上來恐怕很難脫離這個軌道了 謝金河說二零二一年梅尼即將到來 川普使出的殺手劍 仍將繼續影響全球經濟 所以我們今天我們的高旗 起到萬四點 盤中有破一萬四千點 臺幣盤中來到二十八塊四 二十七年來的最最強 來 這個王老師 是 我補充一下那個外國公司問責法 其實這個雖然叫做外國公司 其實那個法案名字會改改 其實就是針對中國公司 因為在美國的審計部門裡面 他認為這些審計狀況有問題 需要這個嚴格監管的外國公司 他們自己有統計出來 百分九十九十都是中國的公司 都是中國的公司 所以你現在看起來就是外國公司問責吧 事實上就是針對中國公司 那他這個東西 這一次要注意他是參眾意願 都是全數通過 代表什麼 代表其實華爾街或者是 基本上美國也認為這個東西 是這個重點的問題 就是說這種監管的不明確 其實對於什麼 對於說他們在購買這股票 是不是造成風險 還有一個很大的狀況 他們也擔心中國 會不會利用這一種 在這個美國上市的公司 那我跟你玩家的時候 我放一些消息 結果導致譬如說愛奇異 假設什麼狀況 他在美國 中美在吵架 結果我就放愛奇異不好的消息 結果導致美國自己的股市就崩了來 所以他現在把這些公司 監管的東西清理清理 就是說你到底受到 中國政府多少的影響 你未來會不會因為 我中美之間在貿易戰爭的時候 你中國政府利用透過這些 監管不清楚的公司 來去控制或影響到美國的股市 因為事實上 已經有好幾個這樣子的案例 被美國政府認為 間接的去控制美國股市 達到威脅的效果 其實有它的嚇阻性 也因為這樣 其實很多美國 在美國上市的這些中國公司 可能慢慢回去香港 可能就沒辦法在美國生存下去 好 中國崛起那種操情 大家都撞不住 中國的擴張 現在說要去澳洲買小島 然後買到之後 把裡面的居民拆掉了 來我們來看威脅 思綺 買小島叫人家三天搬家 對 三天怎麼搬家 超酷的 怎麼有這麼野蠻的人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 中國在這一段 美國的權力交接的 親黃不接的時候 它的確改變了中國對外的戰略 他可能在川普任內的時候 他比較乖一點 比較守勢一點 可是現在眼看著拜登要上任了 那中國採取的是強攻勢的 所以你看他對於澳洲的手法 說哇每天這個綿密的攻擊 每天都有新招出現 那所以其實在這一段期間裡面 美國國會的一個研究機構 就公佈了 他公佈說 其實目前現階段的國際局勢 中國跟世界敵對的關係 已經創下了新高 創下新境界了 就是已經從來沒這麼高過 那也因為他的強 中國的強攻 就是你看他對澳洲這些手法 然後去澳洲買小島 然後他甚至租了他們的達爾文港99年 就是從港口 然後然後你又買他們的這個農場 土地 他其實對加拿大也是這個樣子 你知道他最近有一個礦場的計畫 他要買這樣 他要去北極圈裡面買 對 那中國的講法就是說 哎呀我們中國也是極圈國家 就蛤 你有事嗎 他距離那麼遠 你有事嗎 你北方有俄羅斯 對但是他就說他們就是 上面還有俄羅斯 還有蒙古啊 對可是他就說他是 所以呢他就為了一個一個礦場 他就說那我要去北極圈那邊 在加拿大的境內 對那後來結果呢 他們這個交易案呢 現在被延宕了 因為本來是明年的二月就要簽署 那加拿大就有一個軍事退役的將軍 就說不對啊 這個地方 我們加拿大在旁邊的那個港口 有雷達站耶 那你那你中國 從北邊這一條航道 就是你在南海這邊也要控制 然後你對澳洲也這邊這條航道也要控制 然後你現在連北極圈都要控制 那也因為中國也看到 如果我地球是圓的嘛 我要是走下面的話比較大 比較耗時 我走北邊走北極這一條航道 他是可以節省他的時間空間的 所以他現在也打算要把這一條航道給劃進來 就是說你看中國現在的手法 對於全世界各國造成的那個威脅 使得大家都有警覺啦 那我覺得大家都有警覺的狀態 當然是好的 所以大家會串臉 南海也是他的 集圈也是他的 通通都是他的 澳洲那邊小島也是他的 但是在這種時候 我會希望說 正因為美國正在權力的交接 那拜登你好歹也說兩句話 香港都已經被抓成這個樣子 都已經被判刑了 能不能夠也多少表示一點 就是讓中國不要那麼囂張嘛 不要那麼誇張的說 我抓人判刑 然後好像這個肆無忌憚 說反正你也管不了我 你也不會 你也不坑一聲 你就坑一聲嘛 坑一聲讓他有一些警惕嘛 中國真壞 澳洲總理 寫一個給中國人的公開信 也給中國用微信封殺 那今天 所以台灣要好好的防守 那今天美國知名的軍事記者 叫大衛艾克斯 他說台灣光是靠建造的這八艘潛艦 可以摧毀一支中國的入侵艦隊 這八艘要花大概是一百六十億美金 四千五百五十九億的台幣 不過美國這個記者說每一分錢都值得 那他說中國海軍擁有七十艘攻擊潛艦 外加幾十架配備聲納的水面戰艦跟海上巡逻機 但是這些部隊沒有辦法突破一小群台灣潛艦 這就是為什麼台灣的潛艦國造計畫意義重大 台灣國造潛艦 預計配備這個MAC48魚雷 還有魚叉反艦飛彈 這些心血將極大的加強台灣的防衛能力 你可以想像這些潛艦對台灣有多重要 來 我們來看看一起 美國軍事記者大衛艾克斯 更在富比市網站撰文 台灣八艘新型潛艦將有能力殲滅中國一個艦隊 就備戰部署 全力就備戰部署 包括台灣東北角與西南海域 不僅是中國艦隊清洗台灣必經水道 同時也是台灣潛艦的作戰天堂 八艘潛艦到位後 足以嚇阻中國解放軍來襲 甚至在敵軍港口伏擊中國軍艦 如果以艦榮期潛艦的標準 每艘可以帶二十八艘 八艘就將近一百六十幾枚 那一百六十幾枚就算是扣掉沒有命中的 那個數量也足以殲滅一個艦隊 即便國造潛艦直進傳出 包括聲納系統在內 兩個紅區裝備尚未到位 海軍仍掛拔井 明年一月中就能取得美方輸出許可 AIT處長立英捷克在潛艦開工當天獲搖參加 代表美方對台灣國造潛艦支持態度 台灣潛艦國造不會受影響 好 那麼這個川普雖然可能馬上要卸任總統 不過他卸任前說再出重拳 限制中共黨員跟他的家屬到美國去旅行 中共黨員有八九千萬嗎 對 差不多九千萬 再任命三個國家安全的資深官員 分別負責中國印度 日本南韓跟澳洲 來 我先請教一下方老師 對 我覺得其實拜登他現在要讓外界展現說 我還是要把對中國的態度還是強硬的 不過他真的很怕就是說 之前川普哈印度也好 日本也好 台灣也好 這些跟著川普一起反中的這些國家 他們現在是很擔心 你拜登會不會琵琶別報 你會跟中國妥協 所以我覺得拜登這個時候說 我在國安會裡面還是要有這個 負責亞洲事務的特任官 那針對誰 亞洲當然針對中國 那你看他 這兩天他也講說 他這個中美之間的 之前川普在今年一月份所達成的 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他不要廢除 所以表示說他要中國 你還是要旅行 對 因為我們知道 現在很多人是說 當時今年一月份剛剛簽完之後 為什麼就發生武漢肺炎 很多人說是不是中國 刻意要脫這個肺炎 來讓這個貿易的這個協議延後 因為不可能 不可能履行跟落實 所以現在拜登意思是說 等到疫情慢慢的下緩之後 疫苗出來之後 我還是要跟你 我還是要跟你繼續下去 談第二階段或第三階段 因為我們知道第一階段 只是初步而已 美國其實當時是第二跟第三 表示這個貿易戰 川普會接著打 而且會結合其他國家一起打 那我們知道 其實我覺得現在可能最擔心的是 是華爾街那些企業家 我們知道美國的華爾街 也叫華爾街幫 例如說我們知道像高盛 或者摩根史丹利 他們其實在過去 跟中國的金融界關係很密切 跟誰 跟王岐山 因為王岐山在中國 是最早是搞金融的 在十九大 本來王岐山要退休了 七上八下 還把他拿來當這個國家副主席 2017年 2017年 2017年為什麼呢 就想吐過王岐山跟華爾街的關係 怎麼樣 打好關係 那川普上來之後 川普也是商人啊 我自然就可以跟川普 建立好的金融關係 可是川普都不用華爾街的人 川普不管他的那個 談判代表拿馬柔 或者他的這個萊特海澤 是他的貿易代表 都是最討厭華爾街的人 所以華爾街這次是拚命的挺賣拜登 他們希望拜登上來之後 我們華爾街這些金融幫 又可以回到中國去了 可是現在拜登已經告訴你了 你們雖然支持我 可是很抱歉 我中美的貿易這個對峙 依然會繼續下去 你們以為說 你們現在可以回到中國去 再去投入中國的這個金融業 然後跟這個王岐山一起合作 不好意思 不可能 為什麼美國民意不支持 所以我覺得現在川普 就是緊盯了你拜登 我做這些規範 你敢不敢說 我不要做了 或者我要撤除了 所以說我覺得現在拜登 他必須他是戰戰兢兢 然後他必須要在中國問題上 因為那個線已經畫得很清楚了 你只要稍微擂持一步 那川普絕對不會散罷甘休 他這次拿到了七千四百萬票 他的民意底氣是很夠的 他就可以開始對你拜登 特別是中國問題 才會放大眼睛來看著拜登 好 那講到中國 我們來看 到底有多嚴重的現象是這種現象 因為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 我現在每天討論胡錫進 突然覺得我還沒很熟 老朋友 每天有對話 好 那這個胡錫進 被他的副總編實名字舉發 他跟他的同事有婚外情 同時有私生子 那所以這個同事說 胡錫進是一個高喊愛國 私底下交涉淫逸腐化墮落 可是到底這是真的還假的 還是說這個是中國很普遍的現象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來 先休息進廣告 好 那麼這個是環球時報的副總編輯 這個副總編輯叫做段靜濤 段靜濤用網路舉報 向誰舉報呢 向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還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 舉報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有婚外的私生子 然後違反生活紀律行為不正當的性關係 他跟誰呢 跟他的同事 那有兩位 來 我們來看要是要 不過胡錫進也貼了段靜濤跟他這個道歉的文章 那麼胡錫進也說沒關係 他就原諒他了 那我想請教一下胡錫 你怎麼看 我記得我有一次在節目裡講胡錫進這個小流氓 那個洪怡聽得很開心 因為我覺得他真的是一個流氓 也就是說他已經沒有不夠做一個新聞人的格了 因為你不管做一個媒體 你要就是報導事實 你要是發表評論 但是不是用那樣謾罵的方式 威嚇的方式 然後那種耍流氓口氣的那種方式 甚至講什麼飛機要繞台灣 要什麼跨越台灣的領空 你做對不對 就是說這些話已經不是一個新聞人在做的事情 感覺他就是在狂吠而已 那我們在山裡面 我們經常碰到那個野狗 所以他越是害怕的時候 他就越狂叫狂吠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胡錫進的這些言論 我們就把他當作一隻狗在亂叫 路邊的狗在叫的時候你不會叫回去 對不對 就不理他 不然就棒子打一頓 那可是這一件事情很奇怪 就是說因為中共他最喜歡 中共的官員是最不道德的 但他們最喜歡拿道德來對付人家 來修理人家 所以這件事情 一般來講如果今天直接說好 胡錫進有這些事情 然後就把他幹掉 那這是正常發展 可是今天卻是由一個副總編輯來據名舉報 對 這個以前沒有看過 對 實名 共產黨還有誰來舉報 上面說你是雙規就雙規 說你下來就下來 你認罪就認罪 怎麼會是由他來舉報 所以我們不由得懷疑這裡面 有中共內部非常強烈的派系鬥爭 也就是說胡錫進代表的可能是比較鷹派的 所以他就嚴懶挑釁 但是在拜登上台之後 也許中共有人想要說 我們還是跟美國好一點 不然跟美國打這個打起來也是很辛苦的事情 所以希望把這個鷹派的力量拉下來 那問題拉下來 那問題是表面上胡錫進至少很愛國 對 你越凶越大越狂叫 你不能說這個他是不忠於黨 或不忠於國家 那怎麼辦 那只有找他道德的事情下手 所以有可能是有這種想法的人 利用這個副總編輯出這個事情 然後繳在一起 好 到時候反正你把你弄髒了 當然這個副總編輯未必能夠得手 就代替他的位置 真的要代替他位置 不是用這樣 副總編輯如果要想要他的位置 就是去跟上面潛規則 對啊 幹嘛直接去對 實名舉報他 所以我們看起來來講就是說 對 在中國內部在拜登要即將上台的時候 他們也有很大的一個動盪 就是說我們到底要對美國怎麼樣這樣子 所以胡錫進這個狂廢的日子可能不久了 你那個感覺他好像是老朋友的 可能見面的機會不多了 不過不過我看他 胡錫進在這個澄清的時候 好像沒有提到說 否認說我沒有私生職 對啊 對啊 之前有提過 之前另外一次 他之前有被人家報過說有豪宅 然後有私生職 在加拿大 他那時候有出來說我只有一個女兒 私生職 那時候有提過 這一次是針對這個小三 他說我跟這兩個人沒有關係 這樣的狀況 不過要知道這個故事其實非常微妙 因為段靜濤他也不是省油的燈 段靜濤他當年怎麼進到這個 他中國的這個宣傳新聞體系 而且升到副總編 對 他當年一開始 年輕人是自己去撞問的 他去央視說我要進央視 對 去撞兩三天之後 你來當實習生 所以很積極嘛 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個人是很積極 很aggressive 然後央視實在受不了 他反而讓他去當實習生 一堵實習生 一路爬到環球時報的副總編輯 可見得這個人也是非常的 非常有侵略性 對 所以這種東西會爆出來 又是中紀委的出來 段靜濤也不是省油的燈 他一定也跟中紀委先談好 所以完全贊成 他跟中紀委之間一定有個默契 想可能是互相有利用 想要把胡錫進拉下來 結果沒想到 胡錫進這邊的buck也夠硬 沒有拉下來的結果 現在看起來是一個恐怖平衡 我原諒你啦 你暫時也不會有事 可是我們等著看 這個狀況發展相信是 在不失面子的情況 中共自己面皮薄嗎 這麼重要的一個 每天出來幫這個習近平罵人的 這樣子一個總編輯 如果因為這種事情下來 習近平面子掛不住怎麼辦 所以可能之後會採取別的方式 讓習近平 讓這個胡錫進 這個轉換跑道 或者讓段靜濤轉換跑道 讓這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下 可是這後面其實水很深 這牽扯到應該 我覺得是有中紀委跟胡錫進 後面的勢力之間的一個對抗 我是不相信說央視的門 去敲敲的不耐煩 就讓你當實習生 我覺得那個後來敲的 應該不是央視的大門 敲一敲 敲在小門就不知道了啦 對啊 你都跟人家說政治 大家也是要了解說 到底他有下面兩個同事睡嗎 這次 這次 證明這個環球時報 是個快樂公司 快樂企業 這個員工之間 可能還不只這個個案 水乳交融 水乳交融 感情這種員工感情 跟老闆的關係太密切了 密切到都可以伸出私生子來了 但是我贊成說這些事情其實 還這個段靜濤敢實名去舉報 就表示他是握有證據的 對不對 一定有證據 然後他人民都點出來啦 那當然中紀委 這種東西風險是很大的 你如果搞不掉胡錫進 你被他反撲 會被他咬死 所以這個背後 剛才我剛才志生松講的 他背後一定有人告訴你 你來報 你來這個中紀委 我一定會接受 因為你去中紀委 你趕快人家不接受 胡錫進這麼大隻 這麼大位 你如果說我要檢舉胡錫進 那可能中紀委會說 我們不接受 這個太嚴重了 中紀委為什麼接受 背後是誰 因為中紀委現在是趙樂際 趙樂際他是這個中紀委的負責人 但是趙樂際他過去是在青海出身 他跟習近平其實最近非常不對盤 因為習近平一直把他在青海的人 全部抓起來 所以有沒有可能 這個胡錫進 背後代表的是習近平 他是這個 他的這個傳身頭 就現在就透過段靖濤的手 去把胡錫進 把這個把胡錫進給拉下來 那現在就變成胡錫進 你看他現在他只是跟他妥協 他說我原諒他 表示雙方現在還在談判 對 這個東西可大可小 大的話還不止 我覺得那個私生只是小事 錢的問題才是大事 你有沒有貪腐 他說他腐化墮落 所以這個才是大事 這個東西 請問一下 這個趙樂際手下有沒有資料 他說一攤開來 胡錫進你就完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背後的是兩大 趙樂際跟習近平兩邊在那邊鬥 那只是找胡錫進跟段靖濤出來 這種在中國太常見了 就像你看之前這個胡錫進要逗這個薄熙來 是找誰 是找薄熙來的老婆 對不對 或這個 古開來 古開來幹嘛 古開來殺了 找人去殺了 英國人 英國海武德 所以這件事情就表示這種中國 拿這種家裡人的事情 拿你的私生活 來做為權力鬥爭的這種做法 比一比皆是 所以我覺得現在胡錫進不敢講話了 這兩天一定是開場 所以我一開始不講話 先看過這個風頭過了之後再說 但也要看習近平挺不挺他 挺到什麼程度 方老師 你要來中紀委檢舉 然後你又實名 中紀委總會問你 那你要用實名肯定有證據 當然 當然 一般如果這個是化名就算了 他用實名 所以他是拿他自己的政治前途 去跟胡錫進賭 對 因為我跟你講 我如果賭輸了 我真的什麼都沒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的 就是一個火車對撞 一個大的一個博弈 那我中紀委不用先看一下證據嗎 當然要看 我讓你隨便舉發的嗎 而且是黨的喉舌 而且胡錫進不是一般人 你說胡錫進有什麼 其他的事情的話 你拿不出證據的話 那是段靜濤要倒楣 所以他一定要讓中紀委 而且這個東西 為什麼媒體會知道 誰放出來的 這個爆出來 這爆出來一定是中紀委 爆出來的嘛 對不對 誰會爆出來的 對 所以這個東西爆出來之後 讓外界知道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已經安排好的橋段 因為因為他剛剛講到說什麼高寒愛國 私底下什麼交涉營利 因為中國現在很多人對黃安也不滿 因為他剛剛講到說什麼高寒愛國 私底下什麼交涉營利 因為中國現在很多人對黃安也不滿 他說因為黃安都回來看我們的憲報 叫我們現在憲報 因為外國很多回來 都享受特權 所以就調整了這個制度 然後加了保費 那中國的網友就問說黃安 你幹嘛 你乾脆就在中國繳醫保 我們醫保也很好嘛 結果黃安就是不談醫保的事 一人問台灣的這一個 他說這是兩碼事 我就是爽用健保 爽用爽用爽用 他就不正面回答 要加入中國的醫保 結果中國的網友就說 笑死人了 你這種問題你都不敢正面回覆 算哪門子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我覺得黃安應該說 我就是要把台灣的醫保 用到倒為止 台灣醫保倒了之後 台灣的健保倒了之後 我再來回祖國參加醫保 他不是不相信中國的醫保 而且中國的醫院都不相信 他生病是忍著病回來台灣看 回來台灣所住 他就這樣便宜都不敢看 還有那裡的醫保 所以這種吃裡爬壞的人 就是最明顯的例子 所以也是高喊愛國 是啊 所以這些 反正我跟你講 嘴巴高喊愛國的人 一定有問題的 愛國是在心裡的 你喊給人家聽幹嘛 你越喊愛國就表示 你越擔心人家認為你不愛國 讓你叫一個醫床加入醫保 好啊 加油 他加入他也不敢在那邊看啊 對啊 而且肥炎很嚴重的說 他是跑回來台灣躲的耶 等到大陸放輕了他才回去耶 怕需要